綜藝節目主持人獎 綜藝達人們 宣布得獎那刻 吳宗憲 陳漢典 露露激動到抱在一起 露露更是等不及上台 就已經先哭了 但這對陳漢典來說更是難能可貴 我是第一次得獎 所以要感謝的人比較多 今年是我出道第18年 這個獎真的很難拿 畢竟他憑藉同個節目 已經連續入圍五屆都供估 吳宗憲少說自己是配角 要把感言時間通通留給陳漢典 他算是我出道的成年禮 這個獎提醒我 不要忘記我出道第一天的熱情 我會繼續保持這個熱情 然後繼續的做下去 節目找來各類型表演藝人 三位主持人穿針倚線的功力被看見 露露則是繼去年連莊該獎項 這個獎然後讓我跟我台上這兩位家人 一起拿到這麼重要的 謝謝 從22歲到32歲 這個節目就由來說就像一趟很神奇的旅程 很像實際節目一樣 謝謝你們 我這個是一個充滿愛 這位是一個充滿愛的公眾環境 綜藝節目獎得獎的是 最強綜藝秀 由胡瓜 賴慧如 吳宜佩主持 壓軸大獎肯定節目邀請各型態表演者 展現才藝及特技 而且人家常說你都入圍這麼多次 為什麼每次來都公估 那我覺得 我們必須尊重這個行業 必須要加入這個行業 不然別人也不會尊重我們 人家說你什麼時候退休 我告訴你 我是退而不休啊 謝謝大家 笑稱陪訪是家常便飯 儘管64歲了 依舊熱愛這產業 在場的電視人 這般動容 TV身路要常常去 tip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